零補助款 这把火烧到了美丽华集团 黄春发凌晨被移送北检 神情难掩疲惫 顺候三百万元交保 而除了他之外 还有前美丽华总经理赖月新 面对记者完全不回答 赖月新应讯之后 亦诈七岁预令一百万元交保 黄春发和赖月新 是前后任德安航空董事长 这回被现任董作郭自行咬出 两人才是幕后黑手 前方发现德安航空 从1999年开始 每年向民航局申请 一亿多元补助金 和一千多万元奖助金 但支出损益有异常 部分维修费款项 净汇到国外核销 疑似是利用人头公司 垫高亏损 在申请补助 钱流入了他们的口袋 德安航空除了提供离岛航班 也经营直升机空拍服务 而这回被查出炸领案 雪球是越滚越大 记者综合报道